为什么很少看到上一世从地狱或者从天人轮回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说的是上一世是人的轮回案例 他就感到比较疑惑 是前世精神的 他说是上世还是上世 他就说的很少看到上一世是从地狱或者天人轮回过来 对佛教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安理 比如说佛教的绿经里面有一些这样子的安理 有一些故事 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全世界就发现了非常多的前世今生的安理 这个当中有少部分的比如说像动物投生的 这样子就是很少很少很少的这个案例 绝大多数都是人 那么这个可能是有可能里面可能有可能很多的原因吧 但是主要是因为现在是人的话 因为人上一世也是人的话 他可能是比较容易这个回忆可能容易比较比较容易击住 那么比如说这个鳄龟还有就是地狱或者天人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中间就是有夜里的隔阂就是很就是立得很圆 所以就有可能就要要要回忆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是也许是这样子的方 这种原因啊 这个不太清楚了 我们目前看到的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人类人类的这个前世今生的例子 但是有少部分有 但是这些少部分呢 只有在佛经上看到在现实当中呢也比较少 还有一个是现实当中啊 假设是有啊 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轮整的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